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在此收看 虎虎取舍的兵型金刚分享时间 支持我们1599集 即将迈入1600集的前戏 今天也是大年初戏 我录这一季的时候 是初戏的凌晨1点钟左右 已经进入春节假期了 那先祝各位兔宁行大运 我们今天的话 给大家做的是 近期比较热门的商品 这个是Massimo Leo Pride Leo Pride的话 日版的BW里头才有的人物 它是以狮子作为它的米钛 尤其狮子的话 有万兽之王的美名 大家可能都会比较喜欢 这款玩具比较抢手 那我直接了单的说 它的整体来讲 脉象非常好看 它身上的红色非常舒服 有一点 虽然有些地方是比较偏塑胶的红 但胸口这一代的这个涂装过后的红色 真的是看上去非常的好看 质感非常的优秀 它的做工上比较大的一个缺点 是它这个膝盖下面这个地方 比较偏短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基本完全没有什么支撑力度了 那站立当然是没有问题了 特别是可以配合脚后跟 完全是可以站得稳 但是这个拿在手上的话 这个地方的松弛 确实带来了非常不好的一个感受 那其他地方的涂装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金属的一个光泽的一个感觉 里头金色的点缀 然后胸口的话 有个小小的惊喜可以打开 内部的话 也是有一个不错的配色分布 这个的话 都是它一些小细节上面的加分 它的配件的话 有四把小枪 应该说两队小枪 这个是属于圆柱形的 那这个枪的话 你可以任意变换 按插的位置 你把这个头的话 这里给打开 其实打开之后 这里变得像兔子了 马上就兔粘了 对不对 这个枪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 安置在上方这里 完全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示范一下 简单的一个各种 应该说这个家伙的话 可能把这个枪放在不同的位置 就可以让你玩很久了 这样可以完美的收纳进去 那另外的两把枪子是完美收纳在背里头 那它这个背的话 就是背包是没有办法卡紧的 它的一个背后就是完全是靠这一袋的松紧 把它卡在后面 那后面的这两把小枪一样是可以拿出来扣在其他地方 但是我觉得的话 就是把它收到这里就行了 那就不特别拿出来 那它手臂这个部分的话呢 翻出来之后 这里有个洞可以安插武器 如果不使用它就把它给扣回去 那它的一个手臂的话 伸出一个爪子 因为动画片我是没看 它是不是有这个武器 我是不知道 如果这个爪子不用的话 就是收起来 就推到后方去 这样一代的话呢 就把它的武器给隐藏起来了 那么肩甲的话呢 是可以内外稍微搓动一下 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幅度可以移动 因为它是变形的时候 需要用到的 手臂的话呢 这个关节呢 虽然不至于完全松弛 但是确实也不怎么紧实啊 而头肌三肉零度的转动啊 都是可以达成的 那拳头是无法转动的啊 它是有一个变形的需要 要收到后方去 我没有头皮中指 腰身的话都是很紧啊 脚前后侧踢都是有的 这个脚的接地OK 都没有问题 基本的可动也都是在几个线之上啊 那么呢 它的一个体型也很壮硕啊 然后我说过了啊 只要这个脚后跟 稍微调节一下 配合这个脚的一个接地关节啊 这个摆出这个 电影戏的这个 第07年的这个OP啊 它第一次跟Megatrol 这个对决的时候 摆出这个两手握拳的动作啊 还是非常帅气的 那么这款玩具的话呢 为人诟病了 就是它狮子的这个面雕啊 就是眼睛啊 就是只有塑胶色没有其他的 再来是它这个嘴巴 张开之后感觉很蠢啊 是否下巴是太长了一点 还是怎么样 OK 反正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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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觉得这个 这个张嘴之后感觉 这个更更笨的 智商好像更低一样的感觉 行那机器人的话我还是要赞美啊 这个胸腹的位置 造型真的很好看啊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把这个背包的话稍微打斜一个角度 这个两手啊 这个肩膀往上搭上去一些 然后旋转一个角度啊 旋转的时候呢 是两侧的肩甲呢 两侧的肩甲呢 要去躲开后面的这个背包 躲开它 然后做一个旋转 这样转一个方向 转过来到这里 好 那么头部的话呢 是转到头一定是朝前的 那我们再来把这个胸口的部分给打开 胸口是连灰色部分里头 整个给打开 那如果说你撬不开的话呢 撬不开的话呢 我个人建议吧 还是用个道具 这把这个用道具也没什么好可耻的啊 重点是它的一个效果能够达到 把这个胸口给打开 我们先把这个头啊给翻进去 然后整个部件翻出来 再翻转一个180度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把胳膊的话呢 把这个地方首顾给放进去 然后这个脚的话呢 给伸直 那这一片部件 也可以打出来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步骤是什么呢 把这块部件翻上来之后啊 整个折上来之后 我们要把手臂折到哪呢 折到这里有个红色的凹 要扣进这里 有个凸啊 这是我们最终的组合的一个目标在这里 所以说呢 我们就是朝这个方向啊 去做扣就可以了 把这里扣上去 在这个地方注意了啊 把它给扣上 好 有点歪没有关系啊 因为另外一边到时候 我一起扣上 这里的话也是一样的 先把这个拳头给收进来 然后这个部件都给打开啊 都先打开一点点 然后就是顺势 从这个关节转上来 然后我们把它的拳头 这样子过来 好 那目标的话呢 就是这里 红色的凹要扣进 这里有一个大变色的凸啊 扣上去 那这个两个胸口的话就一样 把它给咬合咬上就行了 好 然后到这边 OK 我们再次的把它给捏紧一点 好 这个位置没有没有问题了 然后旋转一下啊 旋转一下 这个前肢旋转一下 然后这个部件翻过来 我们翻到这里之后 它这里可以可以看到啊 有这个印第安人跟白人的一个组合 在这边扣上去 那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 旋转这个地方 这个球形关节 这里的话呢 主要就是把它的 怎么说 就是把它的这个 最主要的结合就是这里了 就是这两个红色的部件 咬合咬上去啊 去跟这个 这个这里面有个兔 去做一个结合 这最重要 这里只要扣上去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好 那么后面这里 这块部件啊 顺势的 我们这里有个图 扣进这个洞 这里 那这个两个武器 完全可以不用拔 完全可以不用拔下来好了 等一下我们可以展示 扣在它的一个中毛的两侧 好的 这边 扣进去 沿着这个缝隙扣上去 这块部件的话呢 就沿着也放下来 好了这个都可以先把它给扣上没有关系 脚的话就顺势往下放 往下放之后呢 先整个 外面那一手整个反转 再反转整个小腿部分 小腿部分 也做一个反转 然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啊 这里 小腿的话呢 小腿后面是可以 整个 这里不是有个 有个缺口吗 把它整个往上面提上去 这里怎么这么紧啊 好 整个提上去 然后扣下去 扣紧 它这个地方 这个缝是可以 弄到几乎快没有的啊 另外一侧 也是一样的啊 好 扣上去了啊 完全扣上了 OK 然后呢 这个 糟糕 刚刚忘了先把尾巴给翻出来啊 再把它给扣回去好了啊 这里 那我们这一款 Leoply的一个变形呢 基本上就是已经变完了啊 那么 那么狮子的形态 挺大的 其实出乎意料之外的大 那这是一个 Deluxe等级的玩具 那所以这个 作为一个V级的 呃 兽型的话 它是相当及格的 它的可动的话 由于上半部 这块壳啊 跟里面这个红色已经卡死了 所以它 只有这个地方能够动啊 那 这个脚掌 这里是完全没有任何的 可动 那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它有做出一些生物的肌肉的一个感觉 甚至于说 身上的白色部分 几乎都是尽量做出生物的肌肉感 它的身上的话呢 裂缝 不可能说没有 还是会有一些的 尾巴 这个 是唯一可以动 比较好的地方 那后面的话 其实可动也就是非常有限啦 其实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当成狮子的状态 现在就只有雕像了 那它的 这个刚刚提过的这个武器啊 如果你要给它呈现一个战斗状态的话 是可以扣在侧边 这个脸还需要我吐槽吗 应该已经很多人抱怨过 但实际上 呃 我感觉吧 就是智商低了一点而已 但是 你说它多丑吗 我是觉得也 好了 它确实是不帅了 好不好 这个武器啊 整个都翻出来 这是它的一个 就是 反正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有点有点笨的一个造型 就一大堆火炮往前发射的感觉 那有朋友问我说会不会想要给它画龙点睛 我个人觉得我应该是不会吧 就让它保持这个形象就好了啊 这个发型还是很帅 其实它有 其实它有耳朵啊 在这里 耳朵如果能够做出白色的分色或是分件就会更好看一点了啊 那整体来说这款玩具的 人型跟兽型的话呢 其实摆着也都是 卖像也是很好看 变性也挺有趣的 那尤其是头部的收纳呢 是还要转一个 180度之后再藏进去 这个我觉得有点意思 那整个玩具的中头表现 作为这一期的热门商品 我觉得还是有它的道理的 那就利用这一期呢 给各位做一个分享啊 今天图信 祝各位新春愉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